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太简单了吧 其实告诉大家近视眼是怎么得的 你看我们在座诸位 在座诸位来的诸位都上过初中吧 最起码上过初中了吧 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上物理课的时候 物理课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二人就上了 对吧 物理课讲光学的时候 第一堂就拿人的眼球做比喻 什么 人的眼球是不是一个凹凸镜 和一个吐痛镜来回拉轴距 因为在医学当中的时候 眼睛是人外露器官当中最累的器官 为什么说他最累 比如说我一看他就调一个轴距 我一看他又调一个轴距 我一看他又调一个轴距 所以眼睛是来回来拉轴距 明白吗 拉轴距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竟是演示什么 所以在中医老鼠衣服当中告证了 甘胜亏须 以至于精血不充 说句不好的话 眼睛大家都知道 是人身体血管当中最细小血管 眼睛的血管就相当于什么 一只头发的六分之一 那你说这个时候 甘胜只要一窥去 精血怎么样 说句不好的话 大江大河里就只要水一窥 那小河沟里怎么样 会不会就干了 一干了 你这眼球 它是来回拉轴距 说句不好的话 用最简单的例子告诉大家 就和这自行车链子一样 你老骑它 不告油 贵怎么样 骑着骑着 这个飞轮和这个链子 是不是咬不到位了 嘎嘎嘎开始响了 其实就人的眼球 调不回来 说句不好的话 没告油 你愿意 逼上一点油 它是不是又活起来了 可是我们很多家长 都会知道怎么办 它回不到原味 红角原味怎么办 光 这个光 眼球 凹凸凸和凸凸凸凸 是这个球 眼球的外部 看到一个光学 反到你另外凹凸凸上 对吧 反过到位怎么办 弄个片 调一下 可以加个片 你会发现 为什么近视眼小孩 今年换完一个片 明年怎么样 又一换一副 后年 本来人来近视一百度 自来自去 变成得到啥 你会发现很多人 我也搞不懂 现在人们怎么想的 为什么这个近视眼 你会发现 人们就会想着戴眼镜 他每一个想是 你身体当中 怎么出毛病 我们老祖说 在医处上的批示 很简单 就告诉你 由于肝肾亏虚 以至于精血不松 目叫失痒 而发本病 所以一句话 你不问 说你把三分治 七分痒 对吧 你会发现 为什么回不来 我们小孩 看书 看电视 长期老子定在一个证据 说你把他写告不上 会不会生效 不说别的 家里自来所说管的 你把总达 你家楼底 总达关了 关一个小时 你再开个总达 一打开水龙头 会怎么样 会不会随便 都有水秀啊 就这么简单 你琢磨去 你这小孩 老停留在一个 略微血一攻不上 一掌秀 再跟他攻不上来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我们一来告诉大家 作为家长的时候 你要知道 给你孩子怎么去调整 明白吗 不要等到后期 偏离给孩子 一带八百度 其实你要知道 调整他的肝脏 肝开窍于目 也就是说肝肾 已经怎么样 亏虚了 亏虚了 你把它补上不就完了吗 就这么简单的 可我们很多人 并不明白真正的原理 我们只是 就是一倍地给孩子 加眼镜片 加加再加 打一百加到八百 一年几乎小孩 都换一个镜子 对不对 所以说告诉大家 很简单的一个病例 知道了就能够去给孩子 去预防 明白吗 就是肝开窍于目 第四个肝 肝阻肌 这里头呢 我们只给大家讲一个病例 什么病例呢 就是现在 在社会上流行的 所谓的腰间盘突出